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为大家带来法国惊悚片《氧气危机》 年轻女子在低温舱中醒来 她不记得自己是谁 为何出现在这里 由于氧气即将耗尽 她必须自救 争取尽快逃离 影片开始 黑暗逼着的低温舱里 关着一个被有机简裹成木乃伊的女子 突然 她从深度睡眠中醒来 求生的本能让她拼命挣扎 奋力撕开覆盖身体的有机简 拔下插在手臂上的导管 我是谁 我在哪发生了什么 处于惊恐状态的女人努力回忆 却什么都不记得 大脑中只残留着一些记忆碎片 似乎是医院里的急救画面 她觉得自己可能是遭人绑架了 感到莫名的恐惧 就用力拍打舱体大声呼救 但没有人回应她 片刻后 舱体电子面板忽然亮起来 女人终于看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 低温医疗舱内有很多仪器 还有个智能屏幕 她身上则插满了各种监测生命体征的医疗设备 这时 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响起 原来是舱内的人工智能米洛在说话 米洛称自己为医疗接口联络员 可以提供医疗需求 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女人稍稍安心 但米洛马上带来坏消息 由于处理器故障 低温舱系统失效 女人提前醒来 现在舱内氧气含量只剩35% 惊慌失措的女人暂时没有意识到氧气危机 由于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医院的画面 她推断自己可能在医院里 又开始大喊救命 可依旧无人回应 米洛则再度开口 说由于她太过激动 导致氧气急速消耗 现在只剩下34% 建议她保持平静 以延缓氧气流逝 女人这才意识到氧气问题的严重性 她极力控制情绪 并且安慰自己 一定会有人来救我 与此同时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更多记忆碎片 零星的记忆中 有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有荡鞦韆的小女孩 有互相依偎的恋人 可这些线索远远不够 她的心中还有太多疑问没有解开 她问米洛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米洛说不知道 她又问了一个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 我是谁 米洛却给出古怪的回答 你是生物体欧米克朗267 这个类似代号的名字 显然对女人没有任何帮助 接着 她让米洛打开低温仓放自己出去 可解锁这项指令需要管理员密码 而她根本不记得什么密码 女人随后又想跟外界联系 米洛说 可以通过中央数据线传输语音信号 然后根据她的要求 拨打警局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可是女人除了知道自己被困在低温仓里 再无法给警方提供任何有效信息 既说不清自己的具体位置 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而警察那边也无法根据电话进行定位 正交集时 女人灵机一动 把低温仓设备的序号和制造商告诉警方 与她通话的警察立即挂断电话去联系制造商 等待过程中 女人也没闲着 她想出一个确定自己身份的好办法 她让米洛利用自己的DNA进行基因匹配 这一招果然管用 基因匹配结果显示 她是科学家利兹博士 就在这时 警方回电了 来电的人是警局科学技术部的莫罗队长 利兹赶紧说出自己的姓名 莫罗问她 还能坚持多久 利兹询问米洛后得知 氧气含量已下降到31% 最多还能维持72分钟 莫罗随后告诉她 已经联系到低温仓制造商 但对方说 这个低温仓早在三年前就销毁了 利兹大失所望 然后让米洛检查自己有什么病 米洛迅速回复 说她什么病都没有 非常健康 这就奇怪了 既然利兹没有生病 又是谁会把她关在这里呢 接着 利兹让莫罗向制造商药管理员密码 以便自己开启低温仓 莫罗刚答应下来 电话就断了 利兹大惊失色 赶紧让米洛回播 那成像再播过去 确实空耗 利兹心中泛起绝望 几乎崩溃 眼泪也夺眶而出 由于她再次激动起来 阳气又开始急速消失 利兹叫苦不迭 为了生存 她不得不深呼吸 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米洛则想要强制性给她注射镇定剂 利兹用尽力气闪躲 才没有被装有镇定剂的自动注射器刺到 平静心静后 利兹让米洛在网上查询自己的信息 再通过智能屏幕显示 结果得知自己是一名曾获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 研究项目是在道德层面颇受争议的低温学 利兹心中一动 感觉研究项目应该与自己如今的处境有关 接下来 在看到一些自己和丈夫的亲密照后 利兹脑中的甜蜜记忆开始逐渐复苏 想起很多跟丈夫在一起的温馨时刻 利兹回忆起丈夫名叫李奥 就让米洛搜寻丈夫的电话号码打过去 接听电话的是一个陌生女人 利兹焦急地说 我是李奥的妻子 找她有要警示 但对方冷冷地说了一句 她不在就挂断电话 利兹马上再打过去 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女人 她语气不善地说 别再打来了 然后再度挂断电话 利兹又急又气 忍不住破口大骂 米洛及时提醒她 氧气含量已经下降到21% 利兹只好收起怒气 控制情绪 米洛再次询问她 是否需要镇定剂 利兹眼珠一转 说需要 其实心里另有打算 当自动注射器向她刺来时 利兹猛地伸出双手 将注射器从连接的仪器上拔下来 她试图用注射器撬开低温仓 结果却失败了 米洛还为了阻止利兹破坏设备 对她进行了电击 利兹一时间无计可施 泪水又滚滚滑落 就在这时 警方的摩罗打来电话 说即将从制造商手中 要来管理员密码 利兹听后 精神一震 重新燃起希望 接着 她要莫罗去找自己的丈夫李奥 莫罗愣了一下 说资料显示 你根本没结婚 没有丈夫 利兹一听就急了 马上让米洛找丈夫的信息 米洛却说找不到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刚才还找到了李奥的电话号码 利兹又去看此前搜出的 她和丈夫的亲密合影 诡异的是 之前照片中 明明是夫妻二人 现在居然只剩下她自己 利兹惊骇交加 颤声说 刚刚我还打给李奥 有个女人接听电话 莫罗听后 声音略显紧张 问你跟那个女人说了什么 利兹说 没等我说什么 她就挂断电话 莫罗随后似乎在跟身边的人窃窃私欲 利兹问他跟谁说话 在说什么 莫罗却予以否认 还说他过于紧张出现幻觉 并再次强调 没有李奥这个人 利兹却觉得 记忆中的画面极为清晰 肯定有李奥这个人 他越想越不对劲 开始对莫罗产生怀疑 认为对方居心叵测 有意欺骗自己 于是让米洛挂掉电话 结束通话后 利兹脑中又浮现出新的记忆画面 利奥得了重病 头发掉光 浑身长满黑斑 还被送到医院救治 接着 利兹让米洛回放刚才跟莫罗的电话录音 并放大音量 果然听到 有人小声对莫罗说 告诉利兹 他是由于精神紧张产生了幻觉 利兹愈发确定 莫罗对自己不怀好意 甚至可能就是绑架自己的人 片刻后 米洛说有人来电 利兹以为是莫罗打来的 接听后愤怒地喊道 你们究竟是谁要对我做什么 那丞相 来电者 竟然是此前挂掉他电话的女人 奇怪的是 这个女人一口叫出了利兹的名字 还焦急地说 我想起你是谁了 也知道你被困在低温仓里 只有我能救你 利兹当然不会相信这个陌生人 仍然要求跟李奥通话 可对方却说 李奥已经死了 利兹惊呆了 而神秘女人为了取信于她 居然说出低温仓的管理员密码 同时再三叮嘱利兹 千万不要打开低温仓 否则你会死去 不过利兹根本不听劝告 立即让米洛输入密码 准备开启低温仓 然而 仓门还没完全开启 仓内就呈现失重状态 利兹大吃一惊 赶紧关闭仓门 然后问米洛 我在哪里 米洛说 你在离地球6万5千公里的地方 利兹这才知道 自己没被活埋 也不在医院 而是身处正在外太空飞行的宇宙飞船中 神秘女人随后对她说 你在执行一个绝密任务 低温仓就是我设计的 因为出现故障 导致你从深度休眠状态中醒来 只有找出故障进行修复 才能让你恢复休眠状态 进而保住性命 李子问 是什么任务 对方犹豫了一下说 地球出现无法攻克的可怕病毒 包括里奥在内 很多人死去 预计人类将在两代人后灭绝 因此国防部派飞船 前往距离地球十四光年的行星 重建文明 李子又问道 莫罗是国防部的人吧 神秘女人说 是的 你报警后 警察开始调查你 结果惊动了国防部 国防部担心你乱打电话 泄露任务内容 一旦让公众知道 会造成恐慌混乱 就刻意误导你 不让你想起真相 李子听后 十分痛心 因为她意识到 莫罗一直在拖延自己 是想让自己随着氧气耗尽 永远闭上双眼 再不能泄密 为了将她蒙在鼓里 国防部还屏蔽了李奥的信息 修改了两人的合影 接下来 莫罗又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我休眠了多久 神秘女人回答道 12年 此时 舱内氧气只剩下12% 神秘女人很着急 说不要再浪费时间和氧气了 十分钟后 飞船会超出通讯范围 我再也联系不上你 莫罗迹迅速冷静下来 问对方该怎么做 神秘女人说 先找出你醒来的原因 莫罗马上让米洛查找原因 米洛说 她塑醒的原因 是大脑活动监测处理器过热 就在这时 神秘女人突然发出惊呼 说他们来了 莫罗问怎么了 对方顾不上解释 匆忙说道 你必须在氧气含量 降到2%之前 让自己重新休眠 否则醒来后 没有足够氧气 供你恢复记忆 莫罗马上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重新休眠 神秘女人说 你要找到李奥 还要继续触发记忆 幻音刚落 莫罗里斯听到 有人破门而入 闯进神秘女人家 大喊爬在地上 下一秒 电话被挂断 莫罗马上让米洛回拨 对方号码已是空号 莫罗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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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双手猛拍头部 大声喊叫 究竟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 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再次开始回忆 想从记忆中寻找线索 在记忆里 她再次看到李奥 但记忆很快中断 莫罗马上 随后想到一个办法 借助疼痛 唤醒记忆 于是洋装破坏舱体 莫罗当然不知道 她的真实想法 立即按照程序设定 对她电击 一次 两次 三次 在电击产生的疼痛刺激下 莫罗马上 莫罗马上 莫罗马上再度看到记忆画面 画面中 即将死去的李奥对她说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不过 莫罗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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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氧气含量 此刻已经下降到6% 一旦耗尽 莫罗马上 莫罗马上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濒临崩溃的莫罗马上 突然想到 莫罗说自己 是欧米克朗267 267显然是编号 而这就说明 还有更多 跟她情况相似的 生命体存在 莫罗马上问莫罗 飞船上 一共有多少个 欧米克朗生物体 莫罗说 一万个 莫罗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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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茲终于看到了 舱外景象 下一秒 她吓得大叫起来 原来 在浩瀚太空中 漂浮着很多尸体 而巨大的飞船 正慢慢向目标星球飞去 这艘飞船 是由无数低温舱 连接而成的 打开舱门 就会直面太空 莫罗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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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温舱出现故障 莫罗说 四百多个 莫罗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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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多少生物体 目前处于苏醒状态 莫罗马上 只有你一个 其余四百多生物体 都在飞船与小行星 发生碰撞时死亡 接着 莫罗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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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想通了 神秘女子 所说的 找到里奥 很可能是指 里奥就置身于 某个低温舱中 于是 他拼命在记忆中搜寻记忆 终于想起曾在实验室里的资料上 看到过李奥的编号 欧米克朗斯2 利兹立即让米洛在智能屏幕上 调出42号低温舱的画面 42号舱安然无恙 仍然保持全面运行状态 舱里有一个被有机简包裹的人 米洛随后打开有机简 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利兹眼前 简里的人果然是李奥 利兹面露笑容 欣喜地说你还活着 片刻后 他的笑容凝固了 因为他发现 李奥额头上的伤疤不见了 利兹隐隐觉得不对劲 又让米洛搜寻自己的相关信息 结果找到一个视频 视频中 一个老妇人正对众人讲述 自己在小白鼠身上 成功进行了记忆转移的实验 与此同时 利兹脑海中也出现 自己在实验室 用小白鼠做实验的画面 而当利兹看清视频中 老妇人的面目时 她完全惊呆了 视频中满脸皱纹 深省勾搂的老妇人 竟然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利兹随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她问米洛 我几岁了 米洛说 12岁 利兹心往下沉 又让米洛 回放自己跟神秘女人通话的录音 结果发现 神秘女人的声音 跟视频中的老妇人完全一致 接着 利兹让米洛 对神秘女人的声音进行辨别 米洛给出令人震惊的答案 声音属于利兹博士 利兹颤声说 原来她就是我 然后问米洛 你说我是生物体267 可我这个生物体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 米洛说 你是未经污染的人类基因复制品 要在目标行星上繁殖 真相大白 利兹是克隆人 真正的利兹 发明记忆移植技术后 政府实施了绝密计划 将一万个克隆人送往目标星球 让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 再续人类文明 利奥确实已经死去 42号舱中的生物体 是她的克隆人 267号舱中的克隆人利兹 只有12岁 她继承了本体的记忆 所以能在记忆画面中 看到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 和亲密爱人利奥 克隆人利兹沉默片刻后 再度开扣 终于了解自己身份的她 悲愤欲绝 歇斯底里的拍打舱体 大声哭喊 我是克隆人 是个可有可无的废物 从来没离开过 这该死的低温舱 空有一声记忆 背负前倾重任 却从来没有切身感受过 世间美好 仿佛只是一具肉身机器 利兹一时间 无法承受这样的残忍事实 居然要放弃逃生念头 让米洛录下自己的遗言 交给克隆人利奥 他哭着说 利奥 我记得你的一切 但我们却从未见过彼此 等你到达目标星球后 希望你能幸福 利兹一边说 一边回忆那些 不属于她的美好往事 结果生出了不舍和不甘 她也想体验 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因此重新燃起希望 用坚定的语气 告诉自己 一定要活下去 接着 利兹经过一番思索 终于想出 重启休眠程序的办法 她让米洛 将温度过高的大脑活动监测处理器的部分功能 转移给其他仪器 大脑活动监测处理器随即恢复正常 可以重启深度休眠程序 然而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舱内氧气含量只剩下0.6% 无法保证利兹能够复苏 利兹十分沮丧 闭上眼睛 准备听天由命 突然 她睁开眼睛 激动地问米洛 那400多个出故障的低温舱 存有多少氧气 米洛说 有100多个低温舱的氧气 是全满状态 利兹听后喜极而泣 赶紧让米洛 将那些无人使用的氧气 转移到自己舱中 片刻后 氧气转移完毕 利兹怀着喜悦的心情 再度合上双眼 在深度休眠程序重启后 沉沉睡去 飞船则载着她的希望 也载着全人类的希望 继续向目的地飞去 不知过了多久 飞船成功抵达目标行星 利兹和里奥的克隆人 身穿雪白制服 在美丽如天堂般的行星上 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准备开启全新生活 影片结束 整部电影就是在讲述 主角不断选择的过程 面临危机如何选择 面临取舍如何选择 面临生死又该如何选择 而人的一生 最重要的就是 能否选择接受现实 又能否选择跟自己和解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